我是周一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听众不好您好 欢迎你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是11月23号 明天是11月24号 就要投票了 很多人说今天呢 是2018年的平安夜 希望大家能够都平安 因为现在选举啊 我没有去那个站台扫下 可是呢 我是很辛苦的在看选举啊 也就很辛苦的在了解选情呢 所以呢 为大家要付出一点努力 因此今天的声音有点哑哑的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要为各位做选举的最后的介绍 在宜兰民进党的选情 是不是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呢 陈欧波有没有逆转胜呢 在张画 王惠美跟渭明股 现在的渭明股的选情 是不是也进入了稳健的状态 最后一天 各位今天是最后一天 到今天晚上10点钟以后 就不可以有造势活动 而所有的电视台 在今天晚上12点以后 不可以播出跟选举有关的 这个任何的新闻跟素材 但是如果说今天发生意外事件 会是怎么样呢 各位在2010年的时候 连盛文在新北的场子里面 曾经因为马面冲上台去 说是要打别人 打到了他 使得台下有一位坐着轮椅 来参加活动的可怜的第三者 就这样只失去了生命之外呢 这位连盛文当天晚上 送到台大急诊室去救治的时候呢 他的父亲在台北登台 说他的儿子正在急救当中 那个晚上连盛文的致辞 加上在其他的地方 很多人的危言耸听 所有的报道都停止了 所有的候选人的活动 都按规定趋于沉静 可是全台湾只有一则新闻报道 那一则新闻就是连盛文被枪击 而柯文哲他宣称他也是急救的成员医生之一 他站出来开记者会说那个枪击是真的 因为他是墨虑的 回顾这个往事的目的不是跟您说今天晚上如果有枪击案会怎样 而是说今天晚上如果有一个意外事件 而这个意外的传闻会让其他的候选人的新闻全部都被淹没 只剩下那则新闻 而那则新闻的同情者会蜂涌出来投票 造成了2010年在新北蔡英文台北苏贞昌以及台中苏嘉全 他们的在选举上面本来 整个的情势还算是不错的状况 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打击 这就是我们要跟您说的 在选举的当天晚上所造成的这个状况 各界都已经非常的警戒了 这是今天为什么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的原因 我们不能不防止任何阵营的澳部 因为我们是中间选民媒体是站在报道的这个角落上面 而且是站在报道的这个一个非常这个充满的希望台湾能够平和民主的角度上来看待 今天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报道呢 跟很多的当事人来做了解跟连线呢 现在7点15分以后到8点8点到9点都是选举的特别报道 现在我们要跟姚文质连线 姚文质的选情倒吃甘蔗 昨天有人跟我说姚文质会胜选 主要的原因是所有的支持者都回来了 姚文质现在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了 姚委员你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这个非常恭喜你的选情啊 倒吃甘蔗 不过昨天当然也发生了 就是说你说希望全党能够团结 在最后的关头你怎么评估你自己最后一天的选情 而台北在花博的这个造势场跟今天晚上的造势场 我们看到非常多自动自发的台北的市民走到你的身边 柯文质昨天哽咽 柯文质的这个地下市长的顾问蔡碧如在赖的群组里面说投给姚文质 盯手中就会赢这样子会使得民进党的2020年的选举受到一些打击 他甚至于在群组里说如果双北都输给国民党台中高雄又输了 那整个的2020蔡英文总统的选情会非常的危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则新闻 你对最新的蔡碧如在群组里的这则发言有什么看法 我看到了那昨天我们也有所回应了 那其实一路以来我们就看到柯团队呢 这个在操作祭保 但是你大家只要注意啊 柯市长前一天去馆长那里接受访问 那馆长是跟韩国瑜一起来唱衰台湾唱衰高雄 那第二天呢 这个蔡碧如呢又好像在替民进党逃想 好像在替民进党烦恼2020的事情 那我只看出说他们不断的是政治的算计 那其实已经乱了分寸了 其实我看出他们的溃散跟危机 那反观我这边呢 我是觉得一方面当然倒是干涉 一方面我觉得这段期间的过程 我逐步取得了大家对我的信赖 那这个信赖是非常巨大的 也就是说大家看到我坚定的台湾价值 以及不断的不断的在描绘我们守住未来的愿景 那这两件事情的坚持啊 好像恐怕是大家对我这个最大的改观 因为我觉得政治人物要取得信任 在现在这个时代不容易 那过去好像大家对蓝对绿 有一点大家在政治场合里面 口水很多 大家很厌烦 但是大家看到我一路走来始终如意 各种嘲讽屈辱 其实我都忍下来了 那我们走到今天 现在我走在街上 大家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相信我 所以我讲一句话就好了 我在这里最后呼吁 呼吁我需要 我昨天比了二 其实是最后两天替我拉票 但是拉什么票呢 第一个我希望我的每一位支持者呢 再多拉一票 柯文哲的票 因为现在还有 还有很多人 多拉一票 柯文哲的票 你说清楚 要不要被人家诱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到现在还没有 还不了解这个对柯市长执政的 这个真相的人 要大家要继续拉票 第二个是要拉不出来投票 还不晓得要投谁的票 请他全力集中 支持姚文志 那我们就能够完成 这个气中保台 真的能够维护国家首度 我问你 这个还有三分钟时间 昨天洪耀福秘书长 接受我的访问 他说 这个他从来没有操作过气宝 这超越他的范围 而且他认为现在的选情 是三强鼎立 你知道你已经从这个被气宝 而且呢 这个非常不被看好的状态 最后倒吃甘蔗回来 在1118这一天 首都这个守护首都的这个活动之后 变成三强鼎立 三组鼎立 这个是台北市的市民 给你你的肯定 你现在的压力会不会很大 因为很多人问我说 姚文志到底会不会当选 那我说只要你把票投给内 你想要支持人就会当选 现在柯文哲的阵营所 这个诉求于的是绿营的人 就是说如果投给柯文哲 柯文哲会赢对2020的蔡英文 比较有帮助 那投给姚文志 可能盯手中会赢 那这一点 小英的立场跟你自己呢 在最后的12小时当中 怎么样去诉求那些 还在犹豫算计的 绿营的跟范绿的跟中间选民呢 其实你问我紧不紧张 我非常的不紧张 我非常有信心 我真的非常有信心 而且我现在要进入士林市场 去拜票 我相信所有的支持者 都非常热情的站出来 那我今天只要拜托大家做一件事情 就是对我保有这样高度的信心 然后继续帮我拉票 然后今天晚上在市府广场站出来 其实我们18号那天 我们的场子非常非常的热 完全不输高雄的场子 那我希望今天晚上 我们创造10万人 10万人一起站出来 那我相信10万人站出来以后 大家的信心都非常的坚定 我们明天就会取得圣洁 今天晚上是在市政府的广场前 市政府的广场 你今天的嘉宾是 今天叶菊兰代表台湾的议事 那谢院长代表桂旭 他跟我共事的推荐 那还有蔡英文总统 代表整个民主进步党 权力的团结相挺 那这个卓荣泰代表未来台北的市政 可以跟行政院完全的结合 那我相信今天我预告一下 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 杨妈妈会出现 我妈妈 还有我太太 我们会共同在那个场合 感谢我的团队 感谢支持我的好朋友 我问你啊 杨妈妈最近心情好一点了吧 杨妈妈 杨妈妈还是一样啊 很多人都很那个 那个疼惜她 因为你说她 你被这个客妈骂的时候 妈妈坐在黑黑黑的客厅里面 一个人掉眼泪 大家都觉得 哎呀杨妈妈好婆实啊 好憨厚好诚恳 那就对她那个多余 非常多的这个支持跟肯定 这两天的情绪上 应该随着你的选情的 比较明朗化又比较正面 应该心情好一点了吧 杨妈妈 她心情好 但是还是很紧张 但是她跟过去一样 一样在我们的服务处 跟我们的很多婆婆妈妈志工 大家在一起 所以非常感谢她 我们跟杨妈妈问好 好今天晚上几点钟开始 今天晚上六点半就 六点半开始 台北市政府的广场 杨文志 她的造势活动 二十一杯 香港 我们下午 五点半就 我们下午